大家好 我是Aaron 主题是说学完细色是否学续游泳 我们细色所谓的碟背蛙字 是否等于学完呢 看你要什么 其实未必是 因为你好像读书 读完小学 小1小2小3小4小6 是否读完呢 就算你读完大学 是否真的读完书 其实不是 第一就要看乌运要什么 因为你读完识识之后 其实你有基本的技术 而另一个学习游泳的话 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学习 是开始要练习技术 第三就是我们的肌肉维持 怎样可以在一个长时间游泳时 保持到正确的姿势 到最后第四 我们才是去比赛的level 就是要游得快 所以学游泳 学完识识 不代表一定是学完 如果你的影片 可以帮到你 或者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朋友 是没有这方面的concept 的话 我希望将你 将这一条影片去share 按下这条link share给你的朋友 或者你可以把 按上面的按针 那条link 我们可以安排在一个 免费的食堂给你 OK? 自己再说 拜拜